《法治法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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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林教授谈到了 就是说法治的问题 或者法律范畴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来讲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林教授刚才也谈到了 一个道德标准的问题 但这个道德标准 因为这个在可能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社会背景 对于道德标准不一样 那我们来到美国以后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道德标准 可能各个族裔这个理解 可能也不一定能有一个 一致的这个看法 对 就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是 可以自己做决策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会引起一些道德上的争议 那么比如说现在在游行思维当中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拆雕像的这个问题 很多运动他就呼吁说 我要拆除那些支持奴隶制的 那些联邦雕像 有的是属于纪念物 有的是属于历史人物 那么这些这个雕像呢 它大部分都是属于公共财物 属于这个文物 一般他或者是由那个地方政府所拥有的 或者是大学博物馆所拥有的 那么如果是你是拥有人 你想拆除这些雕像 那么你有这个权利 当然也经过适当的程序和批准 即使你说你支持你的自由 但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质疑 就是公众会不同意你的这些做法 但是你还是可以说顶着舆论的压力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 那么至于那些就是把那个雕像毁坏啊 焚烧啊 砍头啊 扔进湖里啊 这些事情呢 这个很显然就是这个违法的行为 因为你破坏了公物 破坏了文物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历史人物呢 像比如说哥伦布 他是属于这个美国的一个国家法定假日来纪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所以说呢 如果你把这些历史的遗迹都消灭了 是不是这历史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就也不能改变这个历史的曾经的存在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的非法的行为 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公众是不支持这样的毁坏雕像的行为的 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这些做法 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手段 比如说你给他施加压力啊 呼吁公众来抵制啊 或者是这个媒体报道啊 或者是游说啊 但是大家基本上对这个行为是不同意的 所以这个像美国自然博入馆 他呢就是门口有一个螺丝幅的雕像 他就想给拆除 那么这个纽约市长也同意 但是呢 总统反对 所以这个总统甚至还签署了一项行政法令 就是要求加强保护美国的这个纪念物严惩破坏者 那么其他的这个城市呢 也有有不同反应的 比如说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城市 他这个市经理就发表声明 就是说他们愿意接收这些被拆除的雕像 你们不要你都送我这里来吧 我可以给他们赦免 然后呢给他们找一个容易尊重的地方 给他们都放在一起 连这个市长也表达说 这些雕像代表的历史 所以这是一个教育后代的好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既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也涉及到道德选择的问题 就是我说这个道德的标准呢 怎么来衡量呢 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 好的 那么就是说 你认为是合乎标准的 我认为是不符合标准的 你这个单位认为合法 合乎标准 我认为不符合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道德标准的来源的问题 究竟是谁的道德标准 我们应该去尊重哪些道德标准 基本上有四个主要的道德标准的来源 第一个呢就叫社会道德标准 那也就是说社会总体上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 那个像比如说 这个就看公众当时的要求 现在公众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健康食品 健康生活 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那这就涉及到公众对你的评价的问题了 所以像这个麦当劳 他是快餐业的龙头企业 所以呢 他呢就经常被公众提到一些超出法律标准的 这种道德标准 因为法律在美国来讲 是最低的底线 是叫floor 那么在这个之上 公众有很多的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要求呢 可以来自于非政府组织 可以来自于各种行动主义本质 他叫activist 所以说 那么这个 这个公众要求麦当劳提供健康食品 这个麦当劳没有及时的反应 所以最后呢 导致一个这个孩子 他呢就到法院去起诉麦当劳 说我这个吃这么操纵 就是吃你这个大汉堡造成的 在美国呢 他有一个就是麦当劳是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说有一批孩子甚至被称为叫做麦当劳的孩子 叫麦当劳 kids 就是因为他吃这个happy meal长大的 这个儿童快乐餐给玩具嘛 所以小孩就得一直去吃 这样吃长大了 长大了之后呢 就继续吃这个big mac大汉堡 当然了 像他这种去起诉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为法官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不能怪别人 那么这个小孩也不服气 他说别的孩子都吃我也抵御不了这种诱惑啊 但是这个案子实际上就给麦当劳一个警告 就说现在公众对你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了 已经到法院去起诉你了 所以最后麦当劳呢 就不得不服从公众的要求 这样的话呢 就现在过去买一盒沙拉要好几块钱 现在一块多钱就能买一盒水果杯啊 买一个小盒的沙拉 这样的话就是健康食品了嘛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的公众都要求保护动物 有很多保护动物的组织 那麦当劳他这个汉堡包嘛 他一个就是涉及到杀很多牛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呢 他就在麦当劳的这个餐厅外边喷漆 管他叫卖杀手 卖killer 就号召家长说 你不要带你的孩子去吃卖杀手的东西了 那么你在人家餐厅外边喷漆 这个肯定就是非法的 如果你说我呼吁大家来抵制他 这个是合法的手段去做的 那么麦当劳最后发言人就说 我们杀牛是用人道方制杀的 人是这个牛是不会感到痛苦的 那么但是有些公众也确实呢 就是因此不太吃肉了 我认识的好几个美国人都是 从此以后就吃素食了 那实际上这个麦当劳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每天消费素食亿只的鸡蛋 所以这又涉及到养鸡场的这个问题 你这个养鸡场是不是给鸡足够的空间 走来走去 这些都成为问题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这个 这是第一个来自社会的这个要求 第二个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专业组织和行业组织 那就看你是属于哪个行业组织了 比如说你是医生啊会计师啊 护士啊律师啊工程师啊等等 那么不同的专业组织 任何专业组织 现在基本上比较正规的 或者是大公司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 那像比如说我发表文章 我既发表在管理学杂志上 也发表在法律杂志上 但是法律杂志的这个发表文章的这个道德标准 和那个管理杂志的道德标准就是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在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 你一次只能给你的文章投一个地方 它经过好长时间审核了 如果接受了就发表不接受 退回来你还要再申请第二 再到第二个杂志 但是法律杂志就不一样 你可以同时一个文章 你投递到很多杂志都可以 当然最后假如说不止一个杂志接受了的话 那你就只能从中选一个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道德的要求 那么我就要遵守不同的道德的要求 那么在法律的杂志上 我在那个耶鲁国际法杂志上发表文章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经济法杂志发表文章 那么我都是同时一个文章投了很多处 那么好几个地方接受了之后呢 你当然你就可以有机会选最好的杂志去发表 那第三个标准呢就是公司的这个道德标准 现在美国正规的大公司 全都有这个道德标准叫Code for Ethics 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 当然公司可以给你解雇 现在的问题是说你没有在公司 你做的事情跟公司没有关系 但是你发表的言论或者是你的行为 不符合公司的道德标准 也一样会给你解雇 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了 包括有一个老师 是中小学的老师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登了一些照片 比如说这个喝醉酒啊 喝酒这种照片 那这样的为人师表 这样的表算就不被接受的 所以他后来就工作上都差点就是失掉了 就有麻烦了 那么第四个的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个人的道德标准了 每个人他的这个底线不一样 他的价值观念不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行为也就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就是公司在雇人的时候 特别重视个人的这个道德品质的问题 他认为呢就说你一个人如果能力不行 我可以培训你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 你的这个就是道德品质不好的话 他就很难改变了 所以说现在公司在雇人的时候 他有两种考试 有的是用一种直接的考试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你认为是合乎道德标准还是不符合道德的 比如说你上班的时间 你去上网购物 还有一种呢就是间接的考你的个性特征 然后来决定你是不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人 这个确实是这个林教授确实把这个道德层面 分得很细 这个我们确实听完以后 从我感觉就是非常思路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处在社会不同的地位 或者不同的状况时呢 其实都有一些道德标准来约束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